今天我们来做油面筋腮肉 我们用一包油面筋 水发香菇和黑木耳 150克肉末 10克香油 15克生抽 一些大白菜和葱 还有鸡汤 我们先来切葱花 把这些葱白部分切碎了和肉末放在一起 再切一些绿葱花备用 把香油倒进去 生抽 另外再加大约1克的盐 把它们搅拌均匀 做的时候我们用筷子把油面筋搓一个眼儿 然后把调好味道的肉馅塞进去 把几个泡软的香菇 面上切一个十字花 等下做装饰用 你不用都切,切几个小小的 然后等会儿可以做点装饰就行 把大白菜切成长条 把根部的地方稍微去一下 然后把大白菜顺序的摆在砂锅里垫底 把剩的香菇放进去 把剩的香菇放进去 香菇汤也可以倒一点进去 加上黑木耳 然后我们把这个筛好了肉的油面筋都把它们排上 再把切好狮子花的香菇摆在面上 现在我们可以来倒鸡汤 大火烧开以后呢 小火再炖个七八分钟 然后你可以打开来 现在我们来放生抽调味 一开始为什么不放呢 因为怕把这个咸味都煮到里头去 那个腮肉的油面筋就会太咸了 点一点生抽提味呢 你可以稍微的尝一下汤 看看咸淡调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撒点葱花 热气腾腾的肉腮油面筋就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来看看 这条独播剧 这么厉害